你没听说兄弟们 奥迪宝马丰田正式采用华为的自驾系统技术 也就是说 现在奥迪也就正式成为咱们中国的贴牌车了 四个圈 也就是说奥迪的车子是咱在中国生产 贴奥迪车标来卖而已 我想说的是 最起码人家奥迪车这么干完之后没人喷了 是不是 如果换成咱们国产车的车标 那夸夸喷了就上来了 多么可悲多么可笑啊 是不是 包括兰波尔吉尼 丰田还有这个兵力 也都获得了华为这个自驾专利授权 并且小胡子认为 以后的新能源看中国 中国的新能源看华为自驾 并且欧洲那边也说了 小心注意中国的工业海啸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以前呢 西方欧洲那边拉一大船 几千辆这个车子来 到我们中国港口一抢而空了 那么如今呢 是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子拉一大船 好几千辆 三万辆 到了欧洲港口一抢而空了 这就叫工业海啸 并且小胡子认为 如果没有贸易壁垒 中国的新能源车子将会横扫天下 并且小胡子最恨那些 喷什么冰箱采淀冰箱的 你买盒子车 要你单独还你选择让你愿意 那给你国产车给你标配 你反而不愿意了 你这不挨搁挨惯了吗 是不是 因为搁酒是搁习惯了吗 我告诉你 以后豪华车上面 什么所有的通风加热按摩呀 自驾系统啊 只有豪车你才能体验到的 以后普通的百姓代步车上 也居然都是标配了 知道吧 你让我们普通百姓 享受高级出行的一个品质 知道吗 只有国产车 我们国产车能给你做到 你买盒子车 什么时候也不会给你 说普通车给你标配这些东西的 不信咱就总的瞧